FM104.1 富足人生一百位让你越问越富足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很多 怎么样让生命更加富足跟精彩的方法 因为说实在的话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可是大家就会发现说 这些不管是你写幸福日记也好啦 或者是你要心存感谢 或者是说要常常对别人说感谢的话等等 其实会发现说 好像在执行起来 总是没有办法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生命变得富足呢 我们当然要邀请到的是 在这个单元当中 跟大家持续分享的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来跟大家分享 欢迎导师 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在这个之前的单元当中 我曾经访问导师的时候 导师说到一句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讲到说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 比方说我就发现说最近很喜欢看公斗剧 跟别人交往或在谈话的时候都会想到 现在对方说这句话是别有用意吗 所以这环境真的会带给一个人蛮大的影响 但是你说你喜欢看公斗剧 然后去分析那个人讲话的用意 这样会不会生活太累了 对 有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好累 我不想再讲过 太心惊 不过有的时候在红尘中 如果大家都在那个范围里面 就会听天呆啊 你猜我 我猜你 觉得很累 是 但是老师我们要先从这个出生开始 我们先听过孟母三千 你知道孟母为了要帮这个小孩 寻找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就不断的搬家 所以老师以您的观点来看 一个环境对孩子的成长 有什么样的影响 比方说要怎么样养出像导师一样的小孩 可以这么富足呢 我想这个环境当然很重要 比如说上学在一个班级里面 如果那一班大家都是彬彬有礼 大家都是好像在一个范畴里面 能够都很向上的 那当然就耳目染 大家都会影响大家 但如果这个班级里面 大家都讲脏话 那大家都是有样学样的话 那当然这环境 就会影响那个人的一生 一生耶 对 对 大家都是很想知道说 可是出生时候的环境 有时候不一定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 我要出生在哪一个家庭 或是包括我们就学校 可能要到大学 才有办法自己选择 那像这样子 后天的环境的这种选择上 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像你说的 可能要到大学才能够选择自己要的环境 对啊 对不对 那前面十几年就必须好好忍耐一下 忍耐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出生之后 环境影响那么大 那到我大学会不会觉得好像很难改变 对 因为小时候的一些习气已经起来了 然后大学的时候觉得好像要花很多倍的力量 还不见得有效 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人有时候你真的想着想着 你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哎 万坦啊 对啊 对啊 大家如果都是公平的 为什么他出生在一个豪门的家庭 为什么这个人出生在真的是没办法跟别人叙述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 为什么呢 对啊 我也很想生在王永庆的家庭 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的不平啊 从这边开始 他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在一个风雨中度过都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明天 然后今天大了 他就一种仇恨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说在红尘中啊 你用红尘的观念来解释的时候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我们所谓的灵命啊 灵魂呢 是不灭的 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时间线啊 铺在桌面上的时候 你再回来看我们这一刻的现在 往前算是无穷止境的过去 往另外一边看是无穷止境的未来 那我们在无穷止境的过去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戏吗 我们演着演着 包括在这一刻 我们还在演出 对不对 那会不会同样错误的剧吗 一演再演啊 有可能 真的 有些人他不是一辈子悲苦 你去找到他的问题源头 你发现他是 生生世世都在这种悲苦交加中 所以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是好像很惆怅 好像很 就觉得好像有无限说不出的委屈 真的 其实有些东西他是跟着过去世相关联 对因为有时候就在想说看到这种新闻啊 一个人怎么有办法接二连三遇到这么多倒霉的事情 就生了孩子也不孝顺 然后下次老公又会家暴 然后找着工作啊 同事又性侵 然后一个人怎么会遇到那么多倒霉的事情 像就前两天在这个东南亚访问着他们当地的这个朋友 就有人举手提出来 说他怎么会这么样就像你刚刚讲的 好事都被他碰到了 到现在大概六七十岁 他觉得这一生实在是太不平了 所以越讲他越咬牙切齿 但是当在课程中 我们告诉他的一些原委 他听着听着慢慢释怀了 但这个不是说来安慰他而已 这个真的是一个过去和现在的一个准则 真理 对 不管相不相信他就是怎么样的运转的 所以你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 比如说在庙里 他可能拿着山树香 对着菩萨念念有词 一直在诉说心中的委屈啊 仇恨啊 但是有多少人 因为这样子的诉苦 而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解答 好像很少 有啦 偶尔啦 偶尔就有一些奇迹啦 但是大部分 我就觉得 这也是人间的悲苦 其实有时候往这个庙里面去跑去诉苦 好像也变成一种宣泄 宣泄 慰藉 就说他还好还有这个宣泄的管道 如果没有这宣泄管道 他可能就不知道要发疯了 真的 是不是 对因为我常常就在想说 为什么 我们说风雨生信心 是 有些人就是逆境 他就会变得更加的茁壮 是 但为什么同样在逆境当中 贫穷的人很多嘛 遇到坏事情的人很多 对 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就走上 越来越强壮的路 那有些人就会沦为罪犯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所以我说 这个还有 就是说 不管你相不相信 还是有所谓的生命地图 生命地图 对 那这个人 他在这个卑劣的情况下 他一努力 然后就变成人上人 对不对 这是他命中有 他命中没有 他再怎么努力 都是喝凉水也塞呀 真的 那你说这样子太悲观了 好像人就得认命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人要看清楚 我们之所以为人 到底应该是以什么为主而生 以什么为主而生 对 你如果说为自己这样的理念 希望 说我拼了 有人跌着头破血流 但如果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我们能够跟天地相依 以天地的智慧 来让我们生活更加的精彩 那也许就会四两拨千金 所以就看你要不要来试 有的时候讲起来好像很悬 但是你一试 竟然这么简单 真的 因为刚刚听导师说 会觉得跟天地相依 跟天地做一些连结 对对对 他可能会觉得很难想象 我还要怎么样跟天地做连结 我拜拜算不算是一种连结 所以我说 这个实验结果论 你看这么多人一辈子 用这个祈祷拜拜的方式 但是并没有所谓的相依 那导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在我们系统 超级生命码系统里面 有很多的学员 都是在红尘中 一直希望拼搏拼搏 当人上人 但是就一次又一次的 越来越错愕 摸不着边 那事先他该要试的方法 系统 或者要走的宫庙 要问的高人 该找都找 但最后他还是非常的沮丧 因为不得其解 那有些人就可能真的预期好 突然抓到了这本书 那可能他就一试 就真的发现 果然有另外的春天 超级生命密码 对 那我当然在这边讲 我特别要讲的是说 我们不是说特别的吹嘘 而是真的在这世界上的现在 全世界真的有很多的人 都因为这个系统 本来不能改变了 改变了 其实因为如果说只是一两个人在讲这件事情 你可能会觉得 那只是可能金光党 两三个成群在骗子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两万 甚至更多 超级千千万万人 因为导师在全球各地都有开分享会 有讲座 有课程 如果是有这么多人都经历了这个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他们的生命被改变 那就代表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说谎吧 对不对 所以我说有时候就看你怎么看 导师叹得过屁 因为我们有学员在这个分享会 他在这个鬼门关前 这个因为超级生命码又起始回生 所以在分享会的时候侃侃而谈 就侃侃而谈的被他原来的宗派呢 就批评 然后就把他污蔑 然后讲得非常不堪入目 天哪 我就觉得这世界怎么办 真的 有时候听起来 我一直在摇头 不知道怎么弄 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人的分享 那在网络上也都其实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 不过说到这个环境的塑造 其中我们刚刚在前面讲到说看剧 就是说每天在环境当中所接触的人事物 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思想 会 而且是一点一点一点 不知不觉中就往好的或坏的方向走 有时候你觉得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最后可能有一个事情 就因为你前面的累积 然后最后就视线他的结果好或坏 那那个时候就好像考试一样 结果要放榜 对不对 所以如果每天看公斗剧就 有时候是这样 你一直看公斗剧 你会觉得哇人心好险恶好险恶 然后你在面对着红尘中的时候 你可能就觉得他很险恶 所以我要比他还要来那么多一点 对啊 对不对 那有时候把自己一直逼 逼到一个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每天就活着好像魂不守舍了 对因为这个公斗剧 现在大家很热嘴嘛 所以在应用到职场上面 就有人发布一项调查 就是说你有没有在职场上遇过霸凌 蛮多人都有遇过这种情况 所以就有人就说你有什么自保 自保之招 其实你说这个职场上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 他一辈子用尽心机 要去占人便宜 对 但他的那一生 并不见得非常好 那就会想 那这个人这么会在人群间 搞得有的没的 他怎么后来的境遇 竟然也真的是不提也罢 所以有时候我在讲 螳螂补餐黄雀在后 对不对 你觉得你现在赢了胜了 对 那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挑战 你不知道 但你会想想说 人家说天公疼憨人 那很多事情就让它 easy going 那可能是不是后面 那天公也因为疼你 所以把很多事情就比较顺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做实验看看 对 老师像在这种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我们说 如果有一个人 正是像刚刚老师说的是 工人 比较凋疲 常在这个职场上被欺负 或是在人群当中经常被欺负 像这种对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会给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们的系统就是帮助 所有的学员在正能量上增加 当正能量一增加的时候 别人在看他的时候 好像就不会 他远中眼中的那么 撒不垃圾的 或者是说 他可能原先没有多高的学历 但是 他可能在我们系统这样的一练习 能量场一上去 他可能在办公室里面就是那最亮的一位 真的 所以我觉得像老师说的 这能量真的是会影响一个人 看起来状态如何 所以我就说 你不能听我一个人说 大家应该赶紧去试 赶快利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来真正的品尝一下 所谓的正能量 富足的时候 自己在人生上有多精彩 所以只要这个正能量提升之后 你的能量场饱满 别人看你就不会像是 看一个小狗或什么 有这种形容 所以老师把这个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 除了有实体书之外 现在还有电子书 方便你大家做阅读 那此外呢 在全省各地也都会有 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他们会有一些固定的时间 大家一起来相聚 一起来研读 超级生命密码 有点像是一种 读书会概念吧 对 就是在共振中 把一些真理 大家互相的更加的认识 对 有一位可以互相问一问 来一起学习 对 好 所以这个全省各地的 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大家也可以来做详细的了解 或者是呢 您也可以直接在脸书上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的粉丝专页 上面也都会有相关的讯息 此外呢 或者是您想要直接有专人 来问您服务的话 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255995439 0255995439 好 所以导师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也会跟大家持续地分享 各种正能量的提升 还有各种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富足的方法 那么今天呢 也再次感谢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精神导师 太阳上的导师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燕如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